夸妇逐日 远古时候,夸妇族的首领夸妇身材庞大,力大无穷。 有一年的天气非常热,火辣辣的太阳只射在大地上, 人们热得难以忍受,夸妇族的人纷纷死去。 夸妇看着愁苦不堪的族人说, 为了大家的幸福生活,我一定要追上太阳,捉住它,让它听人的指挥。 太阳刚刚从海上升起,夸妇告别族人, 从东海边上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迈开大步追去, 开始它逐日地征程,太阳在空中飞快地移动着。 夸妇在地上如急风似的,拼命地追呀追。 眼看离太阳越来越近,它的信心越来越强。 但是,越接近太阳就渴得越厉害,已经不是捧河水就可以止渴的了。 但是它没有害怕,并且一直鼓励着自己, 快了,就要追上太阳了,人们的生活就会幸福了。 它一直追到太阳落山的地方,火红的太阳烤得夸妇嗓子像冒了烟似的。 它口渴得恨不得马上找到水,它跑到黄河边一口气把黄河之水喝干, 可是还是不解渴,于是它又跑到渭河边,把渭河水也喝光,仍不解渴。 夸妇又向北跑去,那里有纵横千里的大泽,大泽里的水足够夸妇解渴。 但是大泽太远,夸妇还没有跑到大泽,就在半路上被渴死了。 夸妇临死的时候,还牵挂着自己的族人,于是将自己手中的木杖扔出去, 木杖落地的地方,顿时生出大片郁郁葱葱的桃林。 夸妇竹日后来用以比喻人的不自量力, 也用来比喻为了自己的理想,勇于追求和分析。